接受制裁陸委會 接受制裁陸委會 向前路國吳下線 向前路國吳下線 拉著白布條高喊口號 抗議行政院接受中國劃定M503航線 台左維新等公民團體 在突襲陸委會大廳的隔天 攻佔立法院門口 要求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出面給個交代 警方兩度舉牌警告後 將抗議民眾駕離現場 警民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導致部分民眾受傷 為了疏解A470航線上 擁擠的空中交通 今年1月 中國片面劃設M503航線 但因為它過於靠近海峽中線 引起國內強烈反彈 經雙方磋商後 中國決定M503航線 從原定的距離海峽中線4.2海里 向其推移6海里 在3月29號正式啟用 為此公民團體直批 陸委會不顧國家利益 了解中國對台灣的這種 企圖動用各種手段 要併吞台灣的這種立場 來看的話 這樣子的台灣 陸委會做這樣子的讓步 我們認為它是 是一個不合理的做法 但這條M03航線 是否向公民團體所說 有國防機軍事上的疑慮 學者認為 劃定民間航線 反而更能確保台灣的安全 當這條航線有了以後 換言之對北京來講 其實它產生一個約束 它的軍機不能夠 實艙到M503航線 因為這邊飛的都是民航機 如果這樣兩岸真正有發生 武力的那一天 我告訴你 再多的東西都沒辦法遏制 學者點出M503的爭議 反映台灣對未來的不安全感 也批評政府 未能善盡溝通責任 無法安定民心 航空領域化解 牽動兩岸敏感神經 M503已經啟用 如何確保國安 化解國內民間疑慮 恐怕才是馬政府的當務之急 否則這場抗爭 勢必不會畫下句點 記者林一農黃坤瑞李傑琦 台北採訪報導